這題是說以每秒來回振動三次的方式 連續抖動繩子一端 使繩子產生三個完整的全波 如這個圖所示 我們看第一小題 由題目可知 繩波頻率多少 所謂頻率就是說 一秒振動幾次 這一題是一秒振動三次 所以頻率是等於三 三次每秒 每秒振動三次 第二小題 由頻率與週期的關係可知 繩波週期多少 我們知道這個週期 是等於頻率的倒數 什麼叫週期 所謂週期就是說 我們聽說 震動一次需要幾秒 就以這個當例子 就是一秒振動三次 那一次呢 震動一次需要幾秒 就是三分之一秒 也就是說 週期是等於頻率分之一 就等於三分之一 也就是說 震動一次 震動一次需要三分之一 讓我們看第三小題 由圖形可知 聲波波長為多少公尺 所謂波長就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 波峰到波峰的距離 或者是說 震動一次以後 這個波傳出去的長度 這個波的話 下去上來再下去 這剛好是震動一次 震動一次呢 所傳出去的長度 就是波長 從這裡到這裡 這個是一個波長 或者叫做一個 所謂的位置週期 從這裡到這裡 從物一次 這樣從物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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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我們叫做 波長 這個波長等於是這個 從這裡到這裡距離 跟從這裡到這裡距離一樣 現在這個有三個波 一個波 兩個波 三個波 三個波的話 一百五十 所以它波長等於多少呢 波長就是一百五十 它除以三 單位是公分 所以是等於多少呢 五十公分 一個波長五十公分 好,那它說 溫幾公尺 所以就是等於0.5公尺 好,我們再來看第四小圖 根據波數公式可知 神波波數多少 神波波數 這個神波波數 我們這樣震動一次以後 會射出一個波 也就是說 這樣震動一次 需要幾秒呢 震動一次的話需要三分之一秒 它走了多少 走了五十公分 所以它波的速度 就是等於一個波長 一個波長 是等於我們檔 除以震動一次所需要的時間T 因為震動一次以後 它這個波行進一個波長 所以說它波單位時間行進的長度就是這個 I可以寫成Landa乘以F 這個就是波數的公式 那V的話等到 等於是Landa乘以F Landa多少 Landa是0.5公尺 F 就是說 一個波長呢 0.5公尺 頻率的話是一秒 一秒呢 送出三個波長 頻率的話是每秒震動三次 它震動一次呢 送出一個波長 所以震動三次送出多少呢 1.5公尺 就每秒呢 送出1.5公尺 就每秒跑了1.5公尺 公尺每秒 所以這個是1.5公尺 每秒 所以波的速度 就是1.5公尺每秒 開放 2.5公尺 14-15公尺 很久 尺寸